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机坐在车头最前面 前脸垂直或接近垂直 整车长度更紧凑 亚洲 欧洲最常见 简而言之 前者 人坐在发动机后 后者 人坐在发动机上 两者各有优劣 世界上没有谁绝对比谁高级 选择哪种设计 完全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地理 法规 文化和使用场景 美国是世界上公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道路设计宽敞 笔直 尤其是周际高速公路 以长途直线加重卡承载为核心 几乎就是为大卡车量身打造的 在这种环境下 哪怕你车头长一点 也不会有什么限制 别说车头多一米 车长超过30米的美式重载列车 在美国都合法上路 反观中国和欧洲路况更复杂 城市密集 净出城平反 走的不仅是高速 还有国道 省道 城市道路 仓库小路 空间紧张 转弯半径小 长头车反而成为负担 美国法律限制的是挂车 长 不是整车长 这个点很关键 美国的交通法规对于卡车尺寸的限制 并不严格限制整车长度 而是强调挂车长度 也就是你装货那部分不能超长 所以车头的长度 想怎么设计都可以 只要挂车 别超标 像美国常见的53英尺挂车约16米 只要挂车合规 车头可以自由发挥 这就给了制造商充分空间 来设计更长 更舒适 更耐用的牵引车 而在中国和欧洲 交通法规限制的是整车总长 中国重型车加挂车总长不得超过18米 欧洲标准是16.5米是18.75米 具体是车种组合而定 所以一旦车头坐长了 挂车部分就要缩短 直接减少装货体积 运输效率变低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货运行业 效率就是生命 这种制度设计自然让中国卡车向短头看齐 美式长头车还有个优势 特别适合他们的使用场景 长途舒适性和维修便利性 发动机布置在前面 维修是否只需打开引擎盖 站着就能干活 发动机不在驾驶室下方 隔音隔热更好 车内噪音低 温度低 驾驶室空间巨大 动辄配偶握铺 冰箱 微波炉 甚至电视 洗手池 简直是陆地防车 一些高端品牌比如彼得比尔特 肯沃斯更是可定制化 司机可以根据需要选配沙发床 橱柜 音响系统等等 美国卡车司机平均跑的单程距离动辄上千公里 连开几天是家常便饭 所以驾驶室及生活区的设计理念特别重要 而且美国卡车通常一车一司机 常年一人运营 驾驶室就是一栋的家 这就要求舒适 可靠 易修 长途车无疑是最佳选择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 我们的卡车为什么必须贬 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大 但人口多 城市多 运输密集 很多卡车经常跑的不是无限直线高速 而是城市加乡村加山路加小巷组合路线 大城市出入频繁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限高限宽 西南山区弯道多 东南沿海地形复杂 内陆小县城 物流园路口狭窄 在这种使用场景下 车头越短越好 车长不变的前提下 车头短等于挂车长等于装的多 更容易拐弯 倒车 进出港口和仓储场地 上下货方便对接约台时更精确 长头车在中国根本放不开拳脚 不实用 甚至会拖后腿 中国交通法规明确规定了 总车长不得超过18米 这一点在实际运营中至关重要 一辆车头如果是平头的牵引车约3米 后面可以挂15米挂车 如果是长头的牵引车比如4米 挂车只能挂14米 那你是不是每趟少拉了一吨半货 在高强度 快节奏 价格内卷的货运市场 少拉一点就是少赚一点 甚至可能导致亏本运营 所以卡车司机自然选平头车 作为主力战车 跑得快 拐得急 装得多 美国长头车确实豪华 但贵 维修成本也高 中国商用车市场最大特点就是 司机自己买车 自己跑 属于高风险 低回报行业 司机买车多是贷款或分期 还要承担邮费 过路费 保养费 罚款等各种开支 相比长头车那种大house配置 中国司机更关心的是 车价低不低 能不能多拉点货 油耗高不高 坏了容易休梦 平头车结构紧凑 设计成熟 量产多年 制造成本低 维修简单 配件多 保养便宜 正好符合中国运输人的务实需求 在美国一辆卡车常常跑十几年 甚至二十年都不换 司机对车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而中国司机常常五至八年就换一次车 因为政策经常变化 新车型更新快 运营强度大 车辆磨损快 二手市场不如美国发达 这么高频率换车 没人愿意多花钱去买一辆像房车一样的卡车 经济实用才是王道 除了实用性 其实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 卡车文化不同 审美导向也不同 在美国卡车是生活方式 很多人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卡车司机 卡车象征着自由 征服和独立 他们会把卡车当成第二个家甚至宠物来对待 改装外观 夹镀银剑 大灯 铺鸦 烟囱 改造车内 铺地毯 挂窗帘 夹冰箱微波炉 卡车聚会 文化节 展示大赛一应俱全 长头车天然就像展台 更容易个性化 每辆长头车都是一张名片 是一种文化认同 而在中国卡车是谋生工具 大多数卡车司机对车的态度是 工具人而已 用来赚钱的 他们的梦想不是把卡车改成一栋别墅 而是多拉一吨货 多省一升油 少进一次修理厂 多拿一份回单早点回家 在文化维度上 中国更务实 美国更浪漫 卡车在中美两地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未来有没有可能中美卡车统一审美 从趋势来看 并不太可能 但会有相互融合的现象 美国一些卡车厂商 例如Freightliner也推出紧凑型平头车 满足城市配送 中国一些高端品牌 比如解放J7 欧曼银河 正在研发更舒适 更智能的驾驶式布局 往长头舒适性靠拢 自动驾驶 智能驾驶趋势下 未来卡车设计可能大改 甚至变成无驾驶式形态 也就是说 美国卡车会继续长 但更智能 更环保 中国卡车会保持平 但更舒适 更高效 美国卡车之所以长鼻子 是因为它有空间 有法律 有文化 卡车就是司机的家 中国卡车之所以削个平头 是因为它要多装 多赚 多拐 卡车就是赚钱的工具 长与短 没有高下之分 它们只是不同国情 不同道路 不同理念下的最优解 所以 别再羡慕晴天柱有个长鼻子了 中国的扁头哥们照样撑起了物流半边天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取了有意思的点赞 关注不迷路 下期再见